今天示范给大家盘点几个网者下午中非常实用的小知识 下面就来看看这些小知识 你都知道吗 小知识1 复活甲的不同复活效果 复活甲这项装备相信大家都经常出 那么你知道复活甲对蓝条英雄和能量条英雄 复活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吗 咱们来先看能量条的英雄 在你被击杀前使用掉一些能量 而当你复活后只会恢复你被击杀前的能量 下面再来看看蓝条英雄 在被击杀之前我们先消耗掉一些蓝量 看在我们复活后蓝条直接变满 小知识2 最惨英雄 药 经常玩上光玩儿的小伙伴都知道 上光玩儿飞电后 大招对同一个英雄造成的后续伤害 只能是低发的25% 但是药的大招被动会重置这个伤害 所以药受到的伤害总是最高的那个伤害 小知识3 哪吒大招的妙用 我们玩哪吒的时候 如果感觉自己跑不掉了 可以在被击杀前瞬间开启大招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获取所有敌方英雄的视野 并且大招不会进入到cd状态 这是一个老哪吒玩家避讳的小技巧 好理上就是今天社长分享的 三个比较实用的小知识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还有什么更实用的小知识 可以在评论里分享出来